今天很特別 純粹是外出 和朋友吃飯 慶祝生日 又麻地 又是很多人 又是迫爆了 沒有辦法放工時間 香港是 油尖王 一大堆人 基本上每天 放工就是這麼多人 在地鐵站裡 其實 可以搞一個 和你放工的活動 一定是 全港一起參與 這間鐵皮店 原來是北京同仁房 挺搞笑 來到喪興廣場 又來一間 一窩蜂的火鍋店 既然是黃店 但是 還未上去 已經是 因為整棟樓都應該吃東西 已經要排隊乘搭電梯 既然很誇張 加上旺角又多人 今天相當之狼狽 找到一個對味了 一窩蜂外面 已經很多人排滿了 相當之誇張 上去才知道 原來有另一間叫做一窩蜂 搞錯了名字 又要走回頭 原來不是那個位置 搞錯了 這間才是 一窩蜂 看到裡面有些名字 是楓窮的 我去到楓城的楓 楓窮的楓 楓窮的楓窮 有個名字 九成相似 就是這裡 進去 真是一堆名字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隨便拍得到 有些手還好 這裡就是海鮮 粟米湯 還有番茄湯 還有番茄湯 還有蜆 還有啤酒 還有蝦 還有午餐肉 還有牛肉 全部吃光 很簡單 這裡都物盡其用 最後會給粥 吃完粥就好飽 吃完粥就差不多了 這餐也不便宜 剛剛吃完飯 就出回來旺角 這餐飯有幾貴 四塊水 還有海鮮 還有牛肉 偏貴 黃店會比較好 藍店會比較好 覺得不太划算 不過勝在一班人 慶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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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所謂 很久都沒試過這樣 偶爾幾個水 都會這樣洗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拍下其中一間黃店